一般人對食物只會分好吃和不好吃 而一般人對口臭只會分臭和好臭 今集上來的嘉賓吳浩醫生 究竟對聞口臭甚有心得的他 在這方面有一套怎樣的哲學呢 哲學就沒有了 但其實口臭本身是 每個人都一定有聞過的 因為身邊其實一定有人是口臭的 包括自己也有機會 舉個例子最常見就是雙風感冒被濕了 但是什麼時候去到麻煩呢 就是那個人每天都口臭 造成一些社交上的問題 那這種是病態的口臭 其實如果口臭 自己聞不是一個很準的方法 有些人自己口臭自己聞不到 但也有些人他自己本身是沒有口臭的 他會常常認譽自己有 所以其實聞口臭最有效的方法 都是靠身邊找個信得過的人幫你問 挺慘的 信得過又靠得住又抵得想 但如果真的一定要靠自己聞的方法 最簡單 吐一口氣 又或者找個酒杯 然後來吐一口氣 一邊喝水 一邊聞口腔內的味道是怎樣 我們先嘗一嘗菜 頭盤就是一個殼鼻的腐藍芝齒味 這個多數應該是口腔內 包括牙齒、牙肉 甚至是扁桃腺的地方 做了一些髒東西、細菌 它裡面含著細菌會發酵 就會產生一些味 有時候如果那個人便秘得很重要 又或者有很多縮炎在肚子裡 都有機會產生這些味 這麼恐怖 從牆壁攻上去 又沒有這麼誇張 它有些食物其實未落到格 在牆壁裡面生了一些味道出來 其實有些食物未變成糞便 但產生的味道就好像糞便的味道一樣 你有沒有聽過有些生酮飲食 現在聽過了 那種原理就是 我們身體裡面的身層代謝 行得不太暢順 包括個人餓了很久 糖尿病 都會產生了一種叫酮質 它的味道是好像發酵的水果 不單止在口裡 它只能在身上發出來都會聞到 多數都解決不了 第一樣看口臭 是要看看它的來源在哪裡 你的口其實是駁著幾個地方 鼻和鼻煙 那裡有產生比如鼻水倒流 鼻豆鹽 它都一樣會臭 例如腐爛、腥臭的味道 其實有時候是由於胃炎 甚至乎胃部裡面生了腫瘤 純粹憤味道我們是不能斷定的 但若果它真的口臭得很厲害 而有其他症狀 那代表我們要很仔細看看 它的胃是否有事 這些都是針對性有藥可以吃的 都已經可以解決到問題了 最後一個問題就是 例如真是說話口臭的 醫生你覺得可以怎麼治 剛才說的那些自本的方法是最有效的 我指的是說話上很壞 尖酸胃部的口臭怎麼解決 我只想自己沒有給自己說話 那為有 同國動新聞呈現十萬火急大抽獎 連續八個星期四送十萬元預付卡簽帳額 以下升級一會員參加 想參加就要十萬火急了